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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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广东的种二产出的苗 你看全部头已经下水了 已经可以只开口吃东西了 平常我们是在海南拉的苗回来 或者在那边拉的商品二回来 但是这个种在广东 苗也在广东 到商品二也在广东 这里全部养的就是这种鲜鹅二 它现在这些已经养了应该三四年了吧 它有些过百斤的也会 这一个池大概养了两三百条左右吧 它是从它的种二豆苗到商品 一直到它买卖 整个产业链它都有的 然后你看它的养殖的水 长期放进来这个池里面去 有一个循环的 它这种养殖呢 对于水质要求就比较好的 就是说整个养殖奥乙 就是说养类冻玉米 说实际上就是北风 就是在XX那边养起的 我们广东也是部份池 部份池 对 现在主要养殖的自己养的 是什么 那些鱼回去养了年底 还不出家 就是养殖的年底二十年 养到第二年 养到第二年了 对 现在自己养殖的是养殖的 但是做的时候 做着那些 实际上自己养殖的 会不会养殖的 嗯 减少食都没搞 我我只是养殖的 我从小朋友 我看你了 两百多亩的一个墙地在建设养鳄鱼 它只是开了一部分三分一都没有 所以它这个三分一开起来 它这里估计连苗大大小小 有一两万条鳄鱼 这个吃估计都四五百条了 这里有水泡了 这个瓷子这么大 这个瓷子大很多 大大一点 几个瓷子都是来的 这样做这个海的密度可以多些 冬天就会捏的嘛 这不是中国加温的原理 而是中国蒸水的原理 没有没有 荣温水湾在这里 我们因为中水湾 这聊天每天都是开发它 从眼间年的大风收 很多厂我们二厂也有 他的二厂也有 可以说到吃的吃不完 还有他们做农业 现在都是这样的 一个场地比较大 不可能200多亩全部养鳄鱼 他又养些鱼啊鹅啊鸭啊这些 谁要的想过来的 过来摘 好大 这个犬叫坎高犬 你看 我这个朋友十分养狗 在这个场我都数不出来 他有多少个品种这种狗 每个品种都不一样 靠起来比我还高 我来说 你也不知道 看你怎么都不一样 他也不知道 他还不一样 你怎么会看 看你怎么会看 他就会看 那就是 他这个苗池属于地下室 乘下去一米多才做一个苗池 这种防风啊保温啊相对都比较好一点 我们这位兄弟他是农场主 鸡鸭狗鹅鱼鱼啥都有 我们这装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这装的时间还要更多 这装也要一个小时多一点 我开始要很近 二墙里面还养着龟 听他说挺好养的 全部吃蔬菜 偶尔喂一下鸡头就可以了